大家看,这帮人要抢银行 女人竟然开始隐身 但她的衣服还在,这可不行 司机让她脱衣服 女人很听话,先把外套脱掉 露出碎花的小裙子 然后开始脱小裙裙 车里的人都看呆了 前面的老头还专门调后视镜 直到女人摘下那衣 打倒完全隐身的地步 这下可以去银行了 司机决定,我来打掩护 打开车门,女子下车 所有人都看不见她 但是,还是能够触碰到她 司机搂着女子的腰 光明正大的往银行走去 司机开门,女子进去了 银行里呢,这还挺多的 他俩走向取钱的柜台 女人撞到一棵树,踩了男的脚 还好,别人没有注意到 机会来了,此时 银行的员工要去内部 女子立刻跟了过去 他清清楚楚地记下,开门的密码 顺利地跟着进入 女人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时,他看到经理在数钱 点钞机啪啪啪作响 太好了,数钱呢 一会儿肯定会放钱 女子埋伏在保险柜的旁边 果然,经理来放钱 她开始转动密码盘 女子赶紧凑过去看 这种密码,距离近才能看清楚 记错一个就打不开 此时,经理感觉到 怎么旁边有点这啊 他看向旁边,女人赶紧闪开 什么都没看见 经理继续对密码 此时,外面的车上出事了 他们的车,占用了运钞车的专用通道 保安端着枪,让他们赶紧离开 这一帮人就是不走 运钞车怒了,直接顶着他们的车 车里的人都害怕了 他们不是害怕自己 而是害怕银行里的女子出事 就在这时,女子隐身的状态竟然消失了 经理向旁边看去 一下就惊怠了 我去,怎么有个小姐姐在旁边 而且还没穿衣服 女子也意识到不对劲 此时,一个大爷竟然办事 正巧看到这一幕 大爷直呼 你们年轻人也太会玩了吧 原来,车里的所有人聚集在20名内 女子的超能力才会生效 他们迅速转移到银行墙的旁边 然后一字排开 果然,女子立刻又隐形了 经理懵了 小姐姐呢 她反复闭眼,在睁眼 果然什么都没有 她心想 哎呀,一定是当单身狗太久了 工作时都会想这个 计划失败 女子赶紧跑出了银行 去找那些人 大家以为只有女子拥有超能力吗 No, No, No 他们全家人都拥有超能力 事情还得从一颗陨石说起 仔细看 大卫一家正在聚餐 忽然,有个陨石重重砸在家里 砸出一个大洞 大卫挖了好久 才把陨石挖出来 黑漆漆的陨石有篮球那么大 他们以为发财了 陨石很值钱 结果到了半夜 陨石就化掉了 成了气体 一家人都吸入体内 于是,家里的每个人都拥有了超能力 大卫的妹妹 力打无穷,成了大力侠 胳膊粗的钢管 随便能掰弯 大卫的姐姐能飞 成了反牛顿侠 顶着280斤的体重 自有豪翔 时不时还能来个金公水上飘 牛顿看了都要哭一宿 大卫的妻子会隐身 成了隐身侠 半个身体就走下楼梯 全家都吓得 叫出了海豚鹰 大卫的爷爷更牛 瘫痪多年 竟然获得不死之身 成了不死侠 不管怎么死都会复活 另外大卫的弟弟可以和狗子交流 成了动物侠 大卫的爸爸成了霹雳侠 超能力是瞬间移动 但前提是必须放个屁才行 相比之下 大卫的超能力就比较低级了 手只能喷水 大卫一脸无奈 这算什么超能力 只能娇娇欢 很快大卫发现漏洞 一家人只要间隔20米 超能力就会消失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想用超能力 做点一想不到的事情 大卫提抢银行 用抢来的钱 可以实现各自的梦想 大卫的预案是这样的 第一步 一家人就在车里等待 第二步 隐身家隐身进去 记住他们的密码 第三步 等大家下班 隐身家把警报关掉 第四步 打开报警柜拿钱 第五步 带上包 从窗户溜出去 大功告成 说干就干 一家人开车 来到银行门口 隐身家开始隐身 直接把衣服脱掉 全家人都看着 貌似大卫头上有点绿啊 大卫楼着隐身的妻子 进入银行 本来就要成功了 由于运钞车捣乱 这次行动失败了 大家都打退挡鼓 表示 这种事情干不来啊 大卫一番激情演讲 大家有些动摇 我们可以再去抢银行 但是先要完成 美人的梦想 姐姐的梦想是 当舞台剧的演员 一家人来到剧场 姐姐二话不说 来了一个空中废人 经理了一个同意表演 演出当天 台侠坐满了人 姐姐高兴快乐 弟弟的梦想是当兵 虽然心理不行 但咱有钱啊 大卫呢 悄悄给面试官塞钞票 当兵的事就搞定了 老爷子的梦想是 顺利领盒饭 已经100岁的他 已经不想活了 可这该死的超能力 让他怎么都死不了 大卫带着他 办理了活化程序 全家的梦想都实现了 可以再次抢银行了 吸取上次的教训 这回呢 他们晚上行动 带上黑丝袜 咔咔就是干 反牛顿下 飞到二楼 把田链绑在窗户上 大力霞 趁机把车 推到巷子口 堵住路口 接着轻轻一拉 整个窗口 原来二位墙 全部被拽下来 声音惊动了 旁边的流浪汉 爷爷拿着一桶汽油上前 来喝点饮料吧 我们老同志都这么喝 喝完了 再来根烟 几个流浪汉 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 邓大眼睛 说不出话来 另一边 刚吃了三十斤 红薯的霹雳霞 霹雳霞 闪见到屋内 大力霞把影伸下 扔到二楼 反牛顿抱着大力霞 也飞了上来 霹雳霞跟脑梦拉索 一个猛砸 大力霞走过来 轻轻一脚 防盗门就开了 不得不说这一股荔枝 确实牛逼 紧接着大力霞把保险柜扔下来 就在几人拿钱的时候 动物霞发挥他的超能力 把狗子都召唤过来 警察吓得只能躲回车里 他们趁机上车跑路 临走时 不死霞把几张钞票 撒在路边 附近的流浪汉上前捡 却被赶来的警察 当成劫匪抓走了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几人顺利逃脱 大卫穿着定制西装 再来一口82年的拉菲 这才是享受啊 忽然他在电视上看到 自己的家人被抓了起来 大卫坐不住了 法官正在宣夺 人的罪行 大卫推着老姨子进来 原来大卫花了100万美元 把老姨子的尸体买了下来 进门的那一刻 老姨子又活了过来 这一下法庭乱套了 隐身夹马上隐身 反牛顿也开始起飞 老姨子意识到 自己还没有领盒饭 气得拿起拐杖 对着周围的人 就是一顿敲 我就想引恨西北 怎么就这么难 我不要当不死侠了 大立侠见撞 掰弯警察的枪 霹雳侠一个屁 顺应到警察后面 用自己的蹲位 限制住警察 大立侠掰弯铁笼 救出其他家人 隐身夹隐身 拿起煤火器 蹦蹦蹦三下 警察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打晕在地 反牛顿在高空 也不停着 把宣判他们的罪证 扔得到处都是 几人顺利逃出法院 刚打开门 没想到 门外被警察包围了 不要慌 反牛顿下起飞 警察看愣了 这是万死亡附体吗 还是天神下凡呢 纷纷下跪投降 他们抓住机会 上了一辆警车 挂挡 柴油门 动作一气呵成 开着警车扬长而去 反应过来的警察 马上展开追击 大卫呢 直接飙到一百脉 连闯三个红灯 旁边的警察 见他们还不停下 不停地开车撞他们 霹雳霞一个闪现 闪进到警车的副驾驶 警车撞上霧窗 直接报废 左边的警车解决了 右边又来一个 大蕾霞伸出窗外 一招暗战销混账 警车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 落在地上 大卫一个急转弯 撞上了旁边的树菜摊 瞬间气飞淡打 但也沾满整个挡风玻璃 打开雨刷气 居然没水 大卫灵机一动 用自己的超能力滋水 冲掉淡夜 众人高兴不已 你的超能力终于有用了 然而事情还是没有结束 前方警车堵住驱落 大蕾霞伸出手 握住电线杆 人工飘搖 拐进了小巷 后面的警车 来不及刹车 纷纷撞在一起 甩掉那么多警车 居然还有一辆 大卫正准备 展示秋名山车神的绝技 前方呢 一辆卡车拦住驱落 此时 反牛顿侠站起来 拒着整个车飞向空中 大卫家 成功离开所有的追捕 坐着轮船 去了异国大乡 开启了消散的一生 本片玩 本面叫超能力家庭 本集问题 你想拥有哪种超能力呢 选隐身的扣三一 选飞天的扣三个二 选瞬间移动的扣三个三 还想选其他超能力的小伙伴 可以法弹 发到批论区哦 即使用超能力 我们也要遵级手法 违法的事可不能干 本片要看 推荐这款原片 好了 本集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